闸门打开 一慢闸的就是这个太平精神 他现在拼命的追赶这个步数 在前面的马群里面先杀出来的第一批呢 就是这个发福 吉兆啊 吉兆现在带去去做这个电兔了 外侧的位置上来的就是国金友 那旁边的紧跟着是黄金之路 内侧的位置则有大首领 外侧的位置呢 现在有突然体现加速的就是发福了 那在他身后呢 还有太平喜悦啊 在后面一个多马位以后的就是阿里啊 远远落后的 电尾的马匹呢 就是刚才曼扎的太平精神 现在两三匹马在前面呢 是斗前速的 内侧的是吉兆啊 走势还不错 中间就是国金友 外侧的位置就是发福了 这个同时加速的情况下面呢 看到国金友是有反应的 他现在去追里面的吉兆 但是吉兆的已经开始用车轮边了 外栏的位置有点严重外闪的 就是这个发福了 三匹马现在是一字排开的 还是难分胜负的 不过发福呢 是稍微有一点走势的 国金友也在里面加速了 发福啊 发福 发福先到重点 国金友只能跑一个第二 然后就是吉兆 再后面赶上来的马匹非常接近的 包括了有太平精神 以及阿里河大首领 再来呢就有这个黄金之路 后面呢就有太平喜悦 发福最后和这个国金友啊 真的是本色发挥了 两匹马 虽然跑资都不是说特别的好看 但是能赢就行了 发福也是等了很长的时间了 去年我们就在关注他 什么时候能赢啊 也是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 总算等到今天这样一场弱驴场合 好不容易啊 好不容易 跑到这个大外篮结果也该做到啊 头抬来靠高的 看到国金友在那一侧 拼命的催测 四月过了紫衣罩 过最后呢 发福来 这保证那一手啊 也恭喜他了 这么拼命 包赵林啊 啊 说 我睡醒了 我睡醒了